可啊的宠物能为人带来乐趣 相信寺主们特别知道这一点 许多国外网友就分享了宠物与他们的点点滴滴 这些猫小孩实在太逗了 一 用一般的碗喝水显然不好玩 所以他开始用冰箱的饮水机喝水了 二 狗与猫的不同 想象有两朵云住在你家里 但其中有一朵是暴风雨云 三 它以为这幅画是一扇窗 四 这个毛茸茸的小奇迹刚被领养 当它收到猫生第一个玩具是这个表情 五 我最近测试了这个水温温度计 它是个好模范 我非常推荐它 六 为什么我有一只当教授的猫 猫 因为我读了七年书拿到这个职位 这就是原因 如果你没有在课堂时到或上课丁手机的话 应该会知道这件事 瓦伦提纳 七 我在我的猫身上试了换脸 你看出不同了吗 八 这就是我家狗狗的批判式眼神 等一下 我好像看过这张脸 九 这是我家猫咪最爱的毯子 每次我都会看到它像这样睡着 十 在我度假时 我叫我妈记一些家里狗狗的照片 这张是我收到最棒的 十 一 有时我很担心我太宠自家猫咪了 尤其是当我看到它在小帐篷里看iPad时 十二 猫咪在我家已经生活了一一年了 但我们还是会叫其他家人来看它躺着翻肚肚 卷起来 或是把鼻子放在手手上 这每次都能带给我们新兴感 十三 我做了一个附属陷阱 但我家的猫史蒂夫是个笨蛋 十四 当他们假装都求太多次后 柴柴决定还是自主休息比较好 十五 当你住在上流市中心 你会发现散步的狗狗穿的还比你好 十六 我正在包装圣诞礼物 他决定过来协助我 十七 每次我工作回家看到这幅景象时 十 就觉得是时候给他们上几堂课 教导该怎么收敛了 十八 我家猫咪超胖 所以连穿我的内裤都是合身的 不意外 她的食物都满到喝水碗了 十九 我把它放到购物车里 希望我妈不会注意到 二十 我们只是把它交给奶奶待三天 二十一 当我今天忘记买她的食物时 十 就必须面对她这种眼神 二十二 当你正在喂了节食 减少糖分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时 狗 我吃了这块墙 二十三 她最爱的娱乐就是偷我的棉花棒 看看她玩得多爽 二十四 狗狗吃了特制布朗尼 然后就来看兽医了 不过她看起来一点歉意也没有 毛小孩的去世总是数也数不完 所以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都有开心事 而且也会被疗愈到啊